Ready 哈囉 各位玩家大家好 歡迎收看電玩宅蘇沛 我是今天主持人安娜裡 你們知道嗎 安娜從小就夢想當一個空中英雄 最近玩了一款遊戲 叫做空戰奇兵 它裡面超熱的音樂 加上超逼真的寫實畫面 看到安娜我真的是心裡 噗通噗通的跳 只不過呢 當高速戰鬥機一個迴旋的時候 才發現我心而噗通噗通跳的原因是 我有聚高震啦 日前萬代南夢宮 在海外舉辦的活動中 發表了大量的遊戲情報 當然 備受玩家矚目的空戰奇兵 突擊地平線也不例外了 除了新影片之外 還確定會在10月11日進行發售 這次的影片以反抗軍王牌駕駛員 馬可夫為主題 駕駛著逆稱為鯊魚的機體 阻擋在主角的面前 展開一場目不暇緊超音速的 激烈空中戰鬥 大魄力的對地攻擊 空爆 都會帶給玩家最高的視覺享受 另外 歐洲地區將會推出含有原聲帶CD 開發團隊簽名的筆記本 獨佔機體下載卡的限定版 至於台灣這邊的話 台灣萬彈的夢宮也正在努力爭取中 現在什麼都講究排行榜 美食排行榜 音樂排行榜 但是你有聽過殺手排行榜嗎 至少在這款遊戲英雄不在裡面 你一定要力爭上游 當殺手排行榜的第一名才行 加上他的遊戲內容非常的血腥暴力 所以小朋友千萬不要學喔 由日本NMV公司所推出 以稱霸殺手排行榜為主席的 暗殺任務遊戲 英雄不在 即將要在PS3上推出加強版囉 這一次英雄不在危險地帶 不僅追加了許多新要素 遊戲畫面也經過了強化 並且也對應了網路排行等等的機能 玩家能夠與世界上其他的好手們 比拼成績 在系列第二作出現的五位頭目角色 也將會在本作參戰 包含十種創意新任務 也將全新收錄 並增加了可以再次挑戰頭目的挑戰模式 更重要的是 英雄不在危險地帶 將可使用PlayStation Move 動態控制器遊玩 讓玩家們可以體驗更直覺的操作 讓本作品更增添了新鮮感 以及耐玩度喔 大家有沒有看過汽車總動員這部動畫電影啊 在片中呢 所有的汽車都是擬人畫 不僅會說話 而且還有豐富表情 真的是很意想天開呢 現在呢 《汽車總動員2》電影要上映了 當然 少不了也有遊戲可以玩囉 趕快來看看吧 《汽車總動員》在2006年推出的電影作品 受到大朋友以及小朋友的喜愛後 在2011年夏天又將上映的電影《汽車總動員2》 帶領觀眾與玩家們回到汽車的世界 而改編的遊戲作品 預定會在7月7日進行發售 並支援3D顯示器的輸出功能 這一次出教閃電麥坤在與好朋友麥特的陪同之下 參加了世界車王的選拔大賽 這場比賽要巡迴日本 德國 義大利 法國 和英國世界各地 將會是所有參加選手的一大考驗 不諒來到英國倫敦時 麥坤卻誤打誤撞救了一位英國情報員 卻因此被懷疑有不良企圖 他們能夠全身而退嗎 又會經歷什麼樣精彩的冒險呢 有些朋友跟我說過 安娜 你實在是個嗨咖耶 怎麼講 就是有點喧嘩 那當然囉 安娜我可是一個陽光動感 你說你 所以喧嘩只是剛剛好啦 所以這一款遊戲喧嘩戰士 感覺就是為我量身打造的嘛 趕快拿著樂器一起吵鬧喧嘩吧 Yahoo 大家以為樂器只能用來演奏音樂 修身養性嗎 那可不一定喔 因為樂器還可以拿來當作武器揍人類 至少這款遊戲喧嘩戰士就這麼惡搞 遊戲以未來世界為背景 玩家能夠操縱包含吉他手 拳擊手 棒球選手 消防隊員 美式足球選手等等不同的人物 發揮不同的特色 但還可以敵人 喧嘩戰士擁有能直覺操作 以及控制的便利性 透過遊戲開始之前的訓練方式 可以讓玩家很快地掌握遊戲的玩法和規則 在不同的模式之下 例如競爭或是合作模式 若玩家想要獲得勝利 與隊友之間的配合以及精密的團隊策略 將會是左右勝負的關鍵喔 看我的影分身之術 大家知道我在模仿誰嗎 沒錯 就是超人氣漫畫火影忍者的主角 漩渦名人啦 火影忍者呢 它不僅是漫畫賣得嚇嚇叫 電視動畫也是超人氣 甚至改編成遊戲的時候 也是多倒數不玩 現在呢 又有火影忍者的新遊戲要出來啦 所以也讓安娜我的查克拉大爆發啦 萬代南夢宮日前宣布 他們將於2011年秋季在BSP的平台上 推出系列作新作 火影忍者疾風轉 終極震撼 本作品是以在漫畫雜誌週刊 和少年Jump上連載的原作漫畫 以及在動畫上 都有相當人氣的火影忍者為題材 所製作的忍者動作遊戲 而在公開的宣傳影片中 可以看得到 本作將與以往的玩法大有不同 使用了3D建構整個遊戲舞台 以多人亂鬥的方式爽快殺敵 讓人界大戰的壯烈戰鬥表現得更加淋漓盡致 不過這樣看起來 似乎有一點無雙系列的感覺 那我最喜歡的就是派對啦 原本一個歡樂的派對 怎麼會變成一個恐怖又驚悚的 屍骸派對呢 那我看了一下那個遊戲畫面喔 覺得應該是清純的少女漫畫 怎麼會有這麼恐怖驚悚的內容啦 好啦 趕快去玩遊戲 看看它到底是什麼樣囉 Five PP公司表示 他們將會在PSP平台上推出驚悚冒險遊戲 《屍骸派對 暗影之書》 預定會在今年的8月4日推出 本作是將之前所推出的作品 《屍骸派對 血腥籠罩之恐怖在線》 所衍生出的前傳以及後日談 一併收錄的合集作品 總共包含了不同的7個故事章節 同時除了玩家們熟悉的人物外 也會追加全新的角色 遊戲以電子小說的方式進行 並且採用了精神污染指數系統 玩家平時要盡量維持在高檔的狀態 讓精神保持在強悍的程度 而數字太低的話 可是會陷入被害妄想 以及出現幻覺的遇上狀態之中 若是歸零的話 遊戲也就隨之結束囉